陳秉甫跟陳思宇 還有何志偉 撒喀都 各自強 大家都講過了嗎 陳思宇是強在哪裡 強在柯文哲 那何志偉是強在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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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沒那麼強 不好意思 總統 他有增加10%了 蔡英文不強 士林區是何志偉自己基礎 那士林區的票比較多 大概二十萬 那大同區十萬 那但是陳秉甫在大同區是第一高票 所以在不講民調情況 大家知道的 何志偉有他自己的士林區 陳秉甫有他自己的大同區 那陳思宇因為沒有當過議員 所以他兩區都沒有這兩位強 可是他背後有個阿伯強 這種情況之下 當韓國瑜他也上來了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重要 就是韓國瑜可能也不想 就這樣一直下去 一直被媒體跟外界解讀 他跟柯文哲的友善關係 到這一種程度 就是即使是代言人的戰爭 我都觸碰不得 那所以上次柯文哲自己選 我沒有來 表示我過去知遇知恩 北農總經理 最後你要到雲林來看我 但這一次如果我連去都不能去 這是不是太過 你說懼怕柯文哲 或是李育柯文哲 大家就會去解讀 那他現在決定停止這樣的揣測 沒有這回事 我韓國瑜可以幫陳秉甫站臺 而第二點 因為這個柯文哲 他對於陳思宇的力挺 就是挺到 民調不能講 就是挺到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希望他能夠繼續往上 的情況之下 他有可能會某種程度上吃到何志偉 因為何志偉跟陳思宇 畢竟他們是屬於範率這塊的票 那當陳思宇 因為柯文哲越強的時候 何志偉就會就會被吃到他的部分 那陳秉甫出現的機會就提高了 那這個時候我再來幫他 那所以顯然 韓國瑜也在考慮 他在國民黨內的角色 我不只是高雄市長 我雖然不是黨主席 我也已經公開說過 我不選二零二零 可是在二零二零的立委選舉當中 我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有角色 就是幫全部的國民黨立委 敷選的角色 而這個就是他的第一棒 跟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的陳思宇 當選與否會影響 柯文哲六月決定要不要選總統 可是韓國瑜的符選陳秉甫 我們假設星期天開出來 居然是陳秉甫贏了 那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們就不要預測誰贏誰出 我覺得機會蠻大了 那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會想說 最後五天 因為那個川皮俠克的兔子來了 所以韓國瑜的影響力 也會更上一層樓